Hello 大家好 我是盧健鋒師傅 我喜歡用新式食材做傳統中菜 今天我會介紹一個富貴玲珑的菜式給大家 開始我們先介紹食材 首先有椰菜 大家看到有椰菜 有甘筍 有泰國露筍 有名貴食材 有花膠 有療心 還有鮑魚 我先說一下如何處理這個椰菜 因為我們需要用一個圓片的椰菜 包住我們的材料 首先我們要在中間的芯中開孔 這個步驟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都需要用力 我們現在要拿去煮 好 滾水 放椰菜 然後我們要不停把熱水撞進去 讓菜葉可以流出來 我們煮到一塊一塊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點拿出來 不要煮辣 我們放在冰水裡 待會兒就包出來 這樣就很帥 我們現在在浸泡菜的時候 我們就拿一個南瓜出來 這個南瓜 我們去廊之後 我們要切件 切件 然後我們大概蒸15分鐘 蒸熔了它之後 我們就加雞湯和南瓜 把它放進攪拌機裡 這樣就變成現在的南瓜汁 我們有甘筍和泰露筍 我們先把它切一顆 首先我們預備少許雞湯 去餵花膠和海參 放一匙匙的蠔油 然後放半匙匙的糖 去和蠔油的鹹味 半匙匙的鹽 煮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海參和花膠 然後我們做第二個動作 這個海參和花膠 讓它入味的同時 我們就拿回我們的甘筍粒 和泰露筍 這個就是要出一出水 半匙匙糖 一匙匙鹽 隔起所有材料 瀝乾水 放兩匙匙雞湯 我們剛才的材料全部都有味 我們只放半匙匙糖 就可以了 放些花膠 等它滾起之後 我們就放少許生粉水 把芡頭和芡頭 煮緊 煮緊 就可以了 我們先把椰菜葉吸乾水 吸乾水之前 它這裡有一個管 這個管我們不要 我們要剪掉 然後把椰菜吸乾水 我們就把一張保鮮紙放在桌上 然後再把椰菜放在保鮮紙面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剛才的配料 拔下去 然後把椰菜包起來 然後把椰菜包起來 包到你想要的大小 就剪掉 小菜葉 然後用保鮮紙包起來 扭曲之後 我們就把尾巴切開 好 我們就做出一個玲珑 出來了 好 水滾 蒸三分鐘 正在蒸的時候 我們把剛才的南瓜汁煮熱 好 醬汁煮熱了 我們先把醬汁放在底下 先把醬汁煮熱 現在把保鮮紙打開 把醬汁放在南瓜汁裡 把鮑魚放進去 這個富貴玲珑就完成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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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